夜晚的时刻有点孤单 不怕有天使陪你属星星 这样的夜晚真的有天使陪伴吗 当然因为天使正在为你值夜班呢 太好了 这样的夜晚我们称它 天使夜未眠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亲爱的朋友平安 我是天天 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 我们今天的单元是真爱QMA 很高兴我们一路都在这个单元里面 谈了很多怎么样来寻求真爱 像我们之前谈到这个 小心不要选到的炸弹特质 如果对方有暴怒的性格 受害者的性格 或是他还没有成熟独立 他没有办法为自己负责任 这样的特质呢 就需要再三考虑了 那么之后光连老师又跟我们分享了 拾偶的时候呢 我们要注意到的特质 多半的人在挑选对象 很容易呢 就是先看对方的个性啊 外不外相 活不活泼 会不会说话 幽默幽默等等的 等到更深入的跟对方交往 认识之后才发现 对方虽然很幽默 但是他不太负责任 广林老师告诉我们 之后的时候啊 更要注意那个品格的特质 我们之前谈到的有几个品格 首先呢就是 他是否乐意伟生在个人成长呢 如果他拥有这个特质 哇 那么接下来基本上不太有什么问题了 第二个特质就是 诚信正直 他说的跟他做的呢 是表里一致的 他不会在那儿变来变去 所以你能够信任他所说的话 还有呢就是 他能够敞开情感 他可以跟你分享 他心里头的想法 他的感觉 他的感受 而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特质呢 就是成熟负责任 我们要怎么样来看 这个人有没有成熟 有责任感呢 就来听听光玲老师的分享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 我是光玲 有诚信正直的人 基本上他需要这两个 一个就是他足够成熟 第二个就是他的责任感 因为你可能会跟很多人相处 这些人可能都会对你很好 而且你会发现 可能他的人缘也很好 而且他很会搞笑 也很幽默 但是事实上 如果你跟他更多的相处之后 你会发现 这个人还是个小女孩 或大女孩 或他是个小男孩 或大男孩 他在很多的事情上面 还没有办法为自己负起责任 也不是他不愿意 但是你从旁边去观察 他就是没有办法 为自己负起责任来 所以当你要挑选 这个对象的时候 你就要去考虑 成熟的一个表现 就是他在他的生活上 开始为他的生活负起责任来 不会再去说 这是别人的问题 要交给别人做 是他自己 那讲到这个照顾自己 可以从哪些方面来看呢 两个大面向 一个就是他在 跟别人的关系上面 另外一个就是 他在他的工作 或者是生活上面 这两个面向可以去观察 工作就看 有没有一直换工作 不是说不能换工作 是他还一直搞不清楚 他到底想要什么 他在做选择的时候 他就没有办法 对他的选择负责 反应在感情上面 就会让你觉得害怕了 因为他可能今天选 觉得他好喜欢你 但是他其实不太知道 他要什么 所以他可能又过了 两三个月相处 他说 我觉得我没有喜欢了 就是说他还没有成熟到 认识自己要什么 然后去做选择 然后为他选择负责 所以当你要把情感 跟这个人 伪生下去的时候 你就会没有安全感 是 也会很难去信任他 他到底是不是来跟你争的 那除了工作之外呢 是不是在金钱上面 好像也是这样子 金钱上面就是 你就看他 有没有好好地 管理自己的钱财 或者他还不知道 他要怎么样去 为自己做理财的规划 甚至更夸张 他可能会说 他还在跟家里拿钱 这可能都是 他还没有 自己可以独立的生活 另外一个我觉得 就是跟其他人的关系 你就会发现说 有些人他跟人在相处 他就是很只顾自己 小孩子就是 他把他的焦点 放在他自己的身上 他就不会觉得 要去经营朋友的关系 要去经营他跟家人的关系 或问他说 跟家人关系如何 没如何 他根本也没有在意 跟家人朋友的关系 那通常 他就是还不会负起责任 要去经营关系 所以如果我们 所要认识的这个人呢 他跟他父母亲 或是跟他兄弟姐妹 跟家人的关系 不太好的状态的时候 是不是其实也反映了 他的内在生命 对没错 那以后你跟他关系不好 他就会说 是你没有把关系弄好 不是他的责任 这样就会很辛苦了 因为在一段感情里面 一定是两方 都愿意不断地去学习 努力跟经营才可以 所以为什么说不成熟 因为小孩子嘛 你想想你国小啊 以前啊 大概就是接收爱 被人家照顾 被人家叮咛 被人家帮助 但事实上 从我们进到青春期之后 所有的关系 都要去经营才行 就都不是收了 一定是边给边收 边经营 才会有好的关系 你怎么样去观察 你想认识这个人 他到底 有没有成熟跟责任感 有一个很重要的判断标准 就是你跟他 出现在同一个地方 或者他每次跟你互动的时候 或者有一件事 你们要做的时候 他到底都在想 他自己 还是他开始 从小孩变成大人 就是他开始去在意 旁边有一个人 原来你有某一个需要 他会去观察到 别人有需要 当我们要合作一件事情的时候 他会知道 除了我做我自己的部分之外 我应该去看看 其他人 有没有需要我帮忙 不是单顾自己的事情 他可以 也去顾别人的事情 这个是一个 很重要的判断的标准 你跟他谈话的时候 他在聊天的时候 他是不是都在讲自己 一个成熟人 他才会开始 跳脱自我中心 去看到其他人 是 跳脱自我中心 不再把焦点 只是摆在自己的身上 他可以更多地 看见的是 别人的需要 尊重其实是 人际间很核心的 但是一个 很自我中心的人 他就没有办法 去尊重别人 他就会想说 我的想法是对的 我的想法才是好的 他就是要赢 不会去尊重你的意见 这个也是一个指标 就是他没有办法 尊重别人 所以一个成熟的人 一个负责任的人 他基本上是 能够尊重别人的人 今天有看到一句话 我想要跟听众朋友分享 跟诚信正直 跟负责任有关 是耶稣说的 他说呢 你们的话 是就说是 不是就说不是 你心里怎么想 你要说是 你就说出来 是就是 不是就不是 我觉得这句话很简单 但是我常常 发现我们常要沟通 要讲话 要跟别人互动的时候 常常又有很多很多的 诡诈 或是不够诚信正直的东西 就会从我们心里面 冒出来 但是我常常用这句话 鼓励我自己说 我要成为一个 是就是 不是就不是的人 所以当别人认识我的时候 他就会说 嗯 这个光领是一个 说是就是 说不是就不是的人 这是今天跟 听众朋友的分享 非常谢谢光领老师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非常谢谢光领老师的分享 这个成熟有责任感的特质啊 是我们要积极去培养的 但是培养这样子的特质 绝对不是一朝一夕 很快就可以培养出来的 往往呢 它是需要时间的 是需要被锻炼的 成熟的肌肉呢 才会长出来哦 我就想到以前 大学的时候 跟一些同学 一起做报告 在刚开始做报告的时候呢 很多的同学 他们都雄心满满嘛 不断地提供那个 做报告的方向啦 还有好的意见啦 那我就觉得 哇好棒哦 跟许多好有想法的人 一起来做这个报告 可是呢 下一次要开会的时候啊 当初那些提出 好多想法意见的人呢 都没有出现了 第二次开会也没有出现 第三次开会也没有出现 这时我就跟我旁边的 好朋友对看了一眼 他就对我说 有想法跟能够行动是两回事 的确是这样耶 想跟做真的是两回事 相信一个成熟 有责任感的人呢 他不只会想 他也是能够行动的 如果一个人 他只是一直说 一直说 可是他都没有行动 我们就知道 嗯 他大概不太有责任感吧 这个责任呢 都丢给别人来承担哦 他只要起个头就好了 后面的事情呢 天高皇帝远 不关他的事情 这一定不是一个成熟负责任的态度了 亲爱的朋友 我们是不是一个成熟负责任的人呢 这实在是一个很值得我们来思考的问题哦 好 下一次光临老师会继续来跟我们谈 择偶的时候要注意的重要特质还有哪些呢 希望你不要错过光临老师的分享 最后祝福你 喜乐 平安 愿你在神爱当中 天天经历神 步步 与主同行 我们就下次空中再会 拜拜 我心愿每一天都遇见你的笑颜 我期待你的爱不离开我的未来 每一波拖住我 故事落潮起潮落 陪伴我再走过千万多美丽传说 我在已应许第一滴甜蜜 你面前有一片赶路的天 我相望你芬芬芬深切荣光 让太阳和月亮失去光芒 岁月已让我看见你的爱不离开我的天 我可欲望你不离开我的天 我可欲望你不离开我的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